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欢迎收看电影《丁东丁》 金融笔下侠客高手无数 谁的武功最高争论颇多 但郭靖绝对是其中佼佼者 今天我们带来上映于1977年的《射雕英雄传》 故事发生在宋金对峙的年代 那时正是古灵歌剧之时 其中的佼佼者被世上称为武爵 东邪西独南地北盖中神通 在两国交界的边陲深山中 居住着郭阳两家猎户 两人正去乡头结为异性兄弟 还在江湖广交好友 这天全真妻子的邱楚姬路过此地 两兄弟热情地招待了他 还请邱楚姬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 道长便为他们取名郭靖·杨康 将随身携带的两把短剑送给了两个孩子 刻上了对方的名字 以示两兄弟彼此依仗之意 道长走后不久 金兵便来到了这里 为首的正是金国六王爷 二人敌不过金兵 郭孝天被害 杨铁心失踪 就在这时 好友江南七怪路过这里 于是出手相助 赶走了六王爷 而邱楚姬听闻打斗声 也赶了回来 但是杨夫人和杨康被其掳走 于是他们约定 江南七侠带着郭夫人郭靖 逃亡蒙古大漠 邱楚姬负责寻找杨夫人和杨康 七怪和邱楚姬约定十八年后再见面 让各自徒弟郭靖和杨康一决高低 就这样 转眼十八年过去 郭靖在蒙古大漠成长为一个壮实的小伙 但天资愚笨 武功平平 眼看着和杨康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 几位师傅开始分别给他开小造 这天 郭靖和武师傅在一处郊外练功 突然发现了一个招数狠毒的人正的连功 一扰下去骨骼尽碎 武师傅和他打了起来 谁知对手正是东邪黄药师的徒弟 黑风双煞之陈玄丰 早年他和妻子梅朝风偷了黄药师的九阴针金下绝 偷练九阴白骨掌 被逐出师门 他金刚铁皮刀枪不入 郭靖情急之下一剑刺中了他的腹部 陈玄丰重伤离去 武师傅却为了救郭靖死去了 陈玄丰回去后 不久便暴毙了 他将九阴真经下卷给了梅朝风 之后郭靖按照约定 前往中原和阳刚比武 这天路过一个客栈准备吃点东西 谁知一个小叫花子被殿小二欺负 郭靖天生狭义心肠 不但挡下了小二 还请小叫花子在酒楼大吃了一顿 交谈中才知道对方名叫黄荣 是因为和父亲吵架从家里逃了出 眼看望黄荣天寒地动 应身单一 还将自己的皮草给了他 黄荣感动极了 之后郭靖继续赶路 谁知被卷进了一场打斗 原来当年的杨铁心化名穆逸 带着杨女穆念慈在闹市中比武着亲 谁知经过小王爷杨康刚好路过 他天生好舞便上前和穆念慈打了起来 赢了却不愿意去对方 杨铁心却在此时发现 小王爷的母亲 正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妻子 郭靖路见不平出手相助 被轻松打败 之后杨康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派人抓来了杨铁心妇女 将她们囚禁在了王府 另一方面 郭靖得知黄荣是个姑娘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死定终身了 他们俩好奇 金国小王爷到底什么目的 于是天黑后便潜入了王府 发现了被杨康掳走的两妇女 于是两人分开行动 黄荣去调查杨康的目的 郭靖前去搭救木大叔父女 谁知六王爷携手下三大高手 参仙老怪梁子翁灵智上人 鬼门龙王杀冬天 正在宴请吸毒的侄子欧阳克 他瞬间就发现了房顶的黄荣 而另一边 郭靖为了躲避侍卫 藏进了一身仙老怪的房间 谁知这里饲养着一头大蛇 每天用丹沙灵药饲养了二十多年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喝了他的血 能增加六十年的功力 大蛇攻击了郭靖 郭靖紧急之下 一口咬住了大蛇的脖子 吸了他的血 之后 愿者就慕大叔 谁知功力大增 居然徒手打坏了牢房锁链 杨铁心盲问恩公性命 这才知道 这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 郭孝天的孩子 郭靖 这之后 郭靖又在王府的一个山洞 遇见了梅朝风 原来梅朝风在江湖 被四处追杀 就以教杨康武功为条件 躲在了这 眼下就是杀福仇人郭靖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谁知年轻人不讲武德 招来帮手黄荣 吓退了梅朝风 郭靖还捡回了 自己刺陈先锋的匕首 以及九阴真经 这边 杨铁心终于在王府中 找到了妻子 就在这时 杨康也来到了这里 夺知眼前的杨铁心 是自己的生父 非但没有任亲 反而一箭刺了过去 杨铁心只好带着妻子 逃了出来 谁知还是被六王爷 和杨康追了什么 杨康的师父 邱楚姬及时赶来 劝说杨康浪子回头 却也被他拒绝 杨铁心夫妻 不想连累他人 双双自吻 就在这时 将南六怪赶来 联合邱楚姬 打退了进兵 邱楚姬不禁感叹 杨康认贼作父 人品道义 相比郭靖天壤之饼 这十八年 比武之约 是自己输了 而另一遍 郭靖和黄荣逃出来后 便准备赶往桃花岛 路上遇见了 一个老叫花子 两人心地善良 将烤好的野味 全都给了老叫花 望容定眼一看 这老人只有九根手指 正是北盖洪七公 于是千锋百计 讨好洪七公 恳求洪七公 能够传授郭靖武功 这让他能够 有底气上桃花岛 洪七公看郭靖为人忠厚 便决定将自己的 极刚之力 降龙十八掌 传授给他 作为演示 洪七公一掌打碎了松树 郭靖虽有巨蛇六十年功力 一掌下去 松树却纹丝不动 足以看出 舞爵和普通高手的差距 最终郭靖在洪七公的指导下 学会了降龙十八掌 之后两人继续赶路 终于到达了桃花岛 可是郭靖却在桃花镇中 迷失了方向 无法出去 黄荣则被黄药师软禁下来 晚上郭靖在桃花镇中 寻找出路 差好遇到一个银发老人 走火入魔 于是郭靖急忙运功 用能力帮他 这才得知对方就是周伯通 询问才知道 周伯通已经被囚在这桃花林中 十五年了 原来忠神通死后 将九阴真经交给了周伯通保管 但不准他学 黄药师得知后 便以自己的妻子 不懂不公为借口 越揽 谁知黄夫人过目不忘 看完回家后便默醒了一本 却因此竭尽心力 不久便去世了 经书也被没嘲讽偷走 黄药师迁怒于周伯通 于是便将他困在了桃花阵中 之后周伯通看郭靖为神忠厚耿直 于是便与他结为兄弟 陪在身边切磋古艺姐闷 还教会了他左右护婆 这一天 周伯通又动了学九阴真经的想法 于是灵机一动 如果郭靖学会九阴真经 再教给自己 就不算自学了吧 可郭靖用了一个月 只是记住了九阴真经的口诀 那天吸毒欧阳峰带着欧阳克来到这里 向黄药师提亲 而黄药师也答应了将黄荣嫁给他 就在这时 郭靖恰好路过 一掌打飞了欧阳克 而起盖帮帮主 红旭公得到消息 也敢来这里 原来他是来解肥的 为徒弟郭靖提亲的 作为第一大帮盖帮主 他的话东邪吸毒不敢轻视 于是黄药师便决定通过三场考试招女婿 首先便是武功 红旭公对欧阳克 欧阳峰对郭靖 哪位小辈先从棕树上跌下来便是输了 谁知郭靖和欧阳克同时跌下棕树 郭靖却以欧阳克为变角时胜了一局 第二场则是考烟绿 黄药师吹消一曲 谁能根据烟绿拍出正确节拍便是赢了 郭靖不懂烟绿 只能硬着头皮上 谁知这销声一起 欧阳克便读懂了烟绿 但销声中隐藏巨大的内功 他很快便被内功阻伤 反而郭靖靠着周伯通的左右护博术 一边抵消内力 一边敲打节奏 但黄药师还是以郭靖烟绿太差 判断双方平均 之后进入第三局 那便是读书莫写 黄药师拿出了妻子写的一本册子的残本 正是九阴真金下卷 郭靖本来毫无胜算 神师早已背全了整本书 神奇的反败为胜 好了 这部43年前的老电影就解说到这里吧 明天我们解说第二部